天啊 爆啊 超甜 早安 你好 我是蘇蘇迪克 這是一部影片系列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 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我開始講解劇場版之前 我想先來前情提料一下 關於動畫版的內容 男女主角西片與高木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智友 高木永遠把西片弄得連轟 於是兩人也提出利用各種比賽來證明誰足弄成功 想當然高木幾乎都在西片以為自己要贏的時候翻轉去行獲勝 兩人始終處於有達以上練能未滿的關係 高木同學的TV版是以類似章節的方式呈現 每一集裡會出現三四個小主題 這種輕鬆快樂的小故事讓我不禁想起遊戲三能鳥 那我們來講講這次的劇場版內容吧 當從國中畢業的兩人在升高中的暑假時 偶然在神社府定發現一隻與母親早上的幼貓 基於對於動物的愛心 西片與高木也自願照顧幼貓 並設法尋找合適的主人 那這個是這部劇場版的主線喔 美娜找苗有家裡也有出現在這次的劇場版裡面 其實我在打稿的時候我已經完全忘記我要評價這部電影了 所以接下來的爆雷部分其實已經是真的爆雷了 完全沒有在評價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想要補一點點關於評價喔 屬屬自己是沒有看完二三季的動畫了 TV版我完整看完了之後第一集 二三季其實基本上是快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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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快轉是因為明天我就要去看劇場版了 我在凌晨兩點的時候突然想起來我沒有看二三季 所以我爬起來之後用快轉就把它全部看完 那我有空會去把它全部看完的 好我對前面幾季的印象其實真的就是甜了爆啊 超甜 我在看劇場版PV的時候 其實都大概猜到這部電影應該有比較感傷的地方 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集裡面的小動員放大拉出來 單獨做成一集的感覺 那該出現的角色配角那些也都有出現 北條跟北條男朋友我永遠記不起來叫什麼名字 好那補充的部分差不多就這樣 大家繼續看囉 比下為爆雷部分 如有不適請調整到此時間點 我們先講講劇情 神體劇情順暢 一開始從送蟲開始 送蟲是小豆島的傳統儀式 手上拿著稱為火手的火把 依序走在田間小徑 目的是驅趕對於作物不利的漢蟲 並祈求作物能夠豐收 舉行時間大致落在每年的七月初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實力來講看看喔 接下來到了暑假 西片和高木在神聖附地意外找到一隻幼貓 為了怕幼貓在外可能有傷病 當然決定先送完寵物店 寵物店裡有一隻會講話的鸚鵡和老闆娘 我必須說我真的超喜歡那隻鸚鵡的 接下來一如往常 小型女為了幫小貓取名字開始比賽 然而兩人取的名字都沒獲得小貓的青睞 這裡我有一段很喜歡的劇情 西片心想用現在招生取名咪咪不太好 畢竟誰知道小貓長大之後會怎麼叫 高木卻像有讀心書一般想將其取名為咪咪 因為我想記住他還是咪咪叫的那段時間 聽到這句話真的是蠻感動的 也有一種莫名的感觸 這就像是畢業紀念冊 或者適合好友的照片 這都是把這段無法重來時光紀念下來 接下來是比較微虐心的部分 在高木的家人同意養小花後 小型女就去找了寵物店老闆娘分享喜願 老闆娘也讓他們免費挑了一個送給小花的項圈 當他們再度回到神社時 發現小花不見了 剛開始西片以為小花又亂跑沒什麼大不了 但始終找不到 最後發現路旁的一家人抱著小花 高木和西片也沒有追上去 回家的路上高木哭了 OMG這份我真的滴下我的男兒淚 超級難過 和到結尾的部分 相信有看過電影的人 可能會覺得我的段尾怎麼斷得那麼奇怪 我是希望大家可能去現場電影院看看 因為畢竟要說的你應該也體會不出那是什麼感覺 那整體來說依然是甜度爆表 再來我唯一的缺點是片長真的片段 放片尾的時候我真的嚇到 我和朋友對峙三秒後 同時說了 蛤 希望大家也可以體會到這種 純純的青春校園戀愛 如果你已經黏過學生階段 那就看看擅長中的高木同學吧 我是叔叔迪克 下一部電影再見啦 掰掰